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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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沒有打麻將 你有沒有受苦懂 有沒有情婦 再來司法是應該幫我們 把那個羅生門解決的對不對 告訴我們問題在哪裡 現在司法坐在上面的人 都是羅生門 一個說有 一個說沒有 一個說忘記了 那這怎麼辦啊 這個難道不嚴重到說 馬總統也好 司法院不管是不是代理院長 包括監裁員都應該站出來講說 這是國家司法 真的是存亡的重要關鍵時刻 大家都應該好好的去制定 應該要制定的辦法來處理啊 如果沒有這樣做的話 少灰塵理論我覺得太軟 對 而且現在其實選舉也要到了 當然我們不要說 一切都是為了選舉來著想 那但是問題是 就這個非常現實的這個角度去考量的話 那馬總統好像應該再多做一點事 我們等一下回來會繼續來請教 國民黨的立委林議事委員 因為呢像現在我們看 司法院長都下來了一個月了 可是現在呢還是在代理的階段 那馬總統能不能夠趕快再做點事情呢 或甚至是怎麼到現在這個時候 我們都聽到法務部這邊 都沒有什麼聲音呢 待會來聽聽看委員的意見